现在运通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个价值营投资的节目 台股早盘本来长得好好的 为什么过了12点多 跌了116点 主要原因就是 中国撤销 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 所以盘中杀了146点 有那么严重吗 中美政治角力攻防 这叫做非经济性的一个层面 每次台股遇到非经济性的利空会影响 不过这个影响都是短暂的 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今天在盘中12点16分 最关键性的时刻 你最担心的时刻 告诉会员 这个利空是短暂的 不用担心 非经济性 所以整一个操作层面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强势多头格局 回档 寻找支撑性的买点 我们给你一个操作经营 结论 电子股权力的做多 持续的低接 你自己看一下 台股的双箭头 台积电 今天一样创新高 2454的联发哥 今天一样再创新高 双箭头领头仰 再走给你看 你跟着后面走 相信 这个一个获利空间 一定看得到 所以 不用怕 怕什么 中国美国 政治的角力 政治的攻防 跟经济 议题有关系吗 跟经济层面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今天台股盘中跌了146点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下礼拜你就知道 你看看这档联发哥 指标性的个股之一 礼拜二 我等了他几天 对 形态突破 这就是在低档 开始逢低沉接 联发哥就买在629 629买完之后来到643 礼拜三来到670 礼拜四 昨天来到687 今天来到703 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 我们已经赚了70几块钱 你给你马克 从礼拜二这个位置 其实蛮快的 也不过几天而已 你自己算一下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不过是个交易日 价差竟然可以高达70块钱 所以这个行情强不强 太强了 不然联发哥为什么四个交易日可以产生如此极大的获利空间 我为什么要说极大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舍不得卖 未来联发哥还不会再涨 为什么礼拜三 礼拜三 礼洋 喊联马克的目标价来到1200 礼马克 目前600多嘛 他喊到1200耶 翻倍 翻倍 礼洋 是大歪子吧 礼洋 他是傻子吗 把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翻倍给你看 代表的隐藏背后有一定的实质的一个大力多 我在前几天不是这样跟你论述吗 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联发哥有什么力多 今天礼拜五嘛 5G的一个晶片充出货倍增 你有没有看到 出货会倍增 5G的一个领域 可以运用在手机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运用的一个架构 所以里面的内容你继续看 没有时间跟你解读 讯息面消息面 我只是要告诉你 现在是选的股票 这是机油股 这都是跟我研究团队共同挑选出来个股 那我来决定买卖点 所以不是机油股不太会买 这是我们给予会的承诺 所以整个联发哥四天超过70块钱 我当然不会卖 今天怎么可能卖 纵使尾盘跌2块钱 这样股票下来我还想买 我还想再加码 我就直接了当跟你这样讲 不要说涨到1200 对 涨到800 900 会员就赚翻了 所以半导体设备的相关个股 其实也都蛮有想象空间的 这个想象空间再来它的基本面 往上成长的 你看台积电你知道吗 台积电双箭头之一 所以跟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它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 会不会落实在股价的一个扶摇之上 樊轩半导体设备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7月10号111我有卖一趟 对 6月10号 7月10号更正一下 111卖嘛 当天卖完 我们告诉你 我很快会接回来 虽然它尾盘有下沙码 卖完这个位置是对的 是不是 很快会接回来 因为台积电领头仰冲给你看 那这档环宣呢 当时候卖在这个位置 卖完之后 下来修正 今天形态再度的突破 而且出现一个天亮 当然可以买 当然可以进场 所以今天台股压回修正 Bingo 该低接的 好好的跟我低接 该上车的 你千万不要手软 不要每次台股回档修正 卖老师 再逢低承接股票 你再场外观赏 你如果每天都出来等 我等一会 操作的结果就不一样嘛 我不是常常跟你讲吗 什么时候要看我的节目 我不好 你把我的节目从从看到完 对你的操作 一定会特别有收获啊 所以樊轩 高点有卖嘛 我说很快会接回来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形态突破 出现天亮 早盘9点10分 环轩 110附近买回 9点10分股价映下来就在110 你据对时对价 110一定成交 一定成交啊 我发现信息之后 这边还有更低点啊 这边都在110以下 没有错吧 这109.5啊 所以买完之后亮灯 虽然盘中台股跌了100多点嘛 打开之后一样锁涨停 出现先量下一句 当然还有高点啊 这是量价不会同时到顶的一个操盘概念嘛 所以秦老师 习近习常跟你分析量价结构 为什么要跟你分析量价 因为它跟股票的涨跌有关系嘛 所以环轩今天能跟随台积电脚步往上攻 合情合理啊 所以这个行情不会太难 就在连马克台积电双箭头的带领之下 他一定还有高点 你放心好了 今天台股跌了146点 这真是够了 这够了 早盘长得好好的 盘中因为讯息面 这个消息就在中美之间的一个政治冲突 让它多跌而已啊 以前的一个政治的因素对于台股影响 大家都是短线啊 不管从李登辉时代的两岸导弹回机嘛 对或是两国论嘛 或是之前的北韩式射飞弹嘛 哪一次这种政治议题 让台股的一个下跌 都是你一次低阶非常好的时机啊 大家都是这样 没有一次有例外 包括这一次也是这样啦 这档宜特一样半导体设备的 7月1号嘛 长线大底啊 可不可以买 7月1号的宜特 买完之后往上冲 冲了43%这边卖 第一档买高档出嘛 高档出完之后宜特 7月20号礼拜一 当年台股盘中点了115点 还记得吗 低筋的时机啊 高顶有卖下来 65做接回的动作 宜特 接回之后呢 大涨8.7% 到昨天宜特 强势争议啊 还会再涨啊 赚完一波准备赚第二波 当昨天股价 在平盘附近震荡 我说还会再涨 还会再涨啊 今天宜特盘中涨了快半根 4.9%啊 我认为它很强啊 台股收盘跌了109点 但是宜特没有跌 没有跌就不要随便卖 简单来讲就这样子嘛 所以秦老师 你给操盘节奏 会员你放心 此股三档 怎么带进带出的 你们的盘中讯息 一定接收到 秦老师非常明白的指令啊 秦老师不仅会带会买股票啊 更会带会 爆波段 赚波段 该卖的 我一定不会手软啊 所以这一档 逊德 半导体设备的 我今天就卖啊 那其实啊 两趟多安全获利下车 这两趟 蒙炭吉啊 第一趟的操作 应该记得嘛 涨上去25% 73卖 卖完之后 其实还有更高点啊 但当它杀下来 来到69 7月12号 我跟你预告 接近这一根 红铁棒叫支撑 就越站在买方嘛 有没有来 这礼拜来了 来了嘛 65块半接回嘛 高点有卖 礼拜 打下来 65.5接回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到昨天位置 又涨了半根 这样上去 又多了10%嘛 65块半嘛 到昨天71块半嘛 又多了10% 那今天一个训德呢 表现没有像 所谓宜特那么强嘛 那该停利就停利啊 该卖就卖啊 9.38 那个训德 70父亲卖 38分股价下70 你去对时对价 就卖在70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收盘68 所以该怎么进 该怎么出 盘中训取重不重要 当你看到训德 收盘68 然后下礼拜你再去卖 会卖的比 秦老师 今天盘中 卖出的位置更漂亮吗 那可不一定啊 所以盘中 那个操盘的节奏性 那个盘中瞬间的买卖点 真的是太重要的 你所要的资讯 绝对不是事后 股票涨上来了 才来摇气呐喊那种资讯 或者股票跌下来 才来说高点有卖那种 事后放炮的一个资讯 那我好啊 那个都跟你的操作 层次层面 没有任何的正面帮助啊 所以呢 什么是带进带出 秦老师为什么要跟你对时对价 你跟了分析师 其他节目 会很明白的告诉你 他一档股票 完整的操作流程吗 你能看得到 秦老师能公开给你的 就公开给你 十之八九啊 十档股票 大概有八九档 我会公开我的买点跟卖点 其他分析师办得到吗 诚信不是呼口号 要真的拿出操盘的证据 所以呢 秦老师是会带会买股票的分析师 更会带会卖股票 另外一档 办到底设备的新云 我怎么创造35%的 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第一档买完之后 这一根 这第二根 第三根 创新高 礼拜卖 卖在63块半 卖完之后 有没有冲高 有啊 卖完的一个新云呢 这一天嘛 我20号卖的啊 隔天来冲高耶 是不是还有更高点 那我卖在这个位置啊 我会告诉你说 我是最高点这边卖的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卖颖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家 新云如何创造35%的利润的 怎么进的 怎么出的 很清楚 很干净利落 卖老师在待会 不会托你带水 是不是 就卖在这个位置 这样不是一根 两根三根吗 多了5% 那不是将近35%吗 卖完之后冲高你不卖 今天打到58.8 你有没有看到 我卖在63块半 今天剩58.8 同样是半导体设备的 同样是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但是由于他们的筹码 量价形态所呈现的 买点跟卖点 当然是不一样啊 强弱度当然也不一样啊 你说是不是 这就是庆老师 每天帮会人追踪的一个地方啊 只要是会人持股 量价筹码形态 都是我每天帮你们 在关盘的一个重点 所以那个买卖点 为什么可以那么精准 这些超盘的因素 你掌握的越多 你的胜算是越大嘛 所以呢 这一档上尾 礼拜三创新高卖啊 卖在105啊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你继续看嘛 礼拜三不卖 今天剩98了 三字头变成二字头变98了 卖在这个位置啊 礼拜三公开给你卖点啊 四季刚呢 一样是礼拜三 创新高卖在90.3 难道倩老师会跟你吹嘘 我卖在92块半吗 会员也在看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我就卖在90.3了 今天剩87.7 我当然又卖对了 礼拜三的神盾 卖在202.5啊 我会告诉你我卖在208吗 这件事我做不出来 是不是 我就是卖在202.5的神盾了 今天神盾呢 196啊 196啊 下礼拜打下来这边可以买啊 够不够清楚 卖老师在规划一档股票 事前都有做好预备的动作 你看我节目够久 你应该清楚我的忍耐 行情什么叫做留给准备好的人 一档股票的买点 卖点 如果你可以领先市场 事前的规划好 探钱 倒定二斤 没那么困难啊 你看看这档奇红三的模组的 7月13号 形态突破买啊 买在44.4 大涨8.1% 当他回档44.8我再买 逢低承接啊 15号 盘中大涨8.3% 尾盘稍微杀下来 我说没有卖 清楚吧 没有卖就是没有卖 还会涨在涨的股票 钱老师不会随意的做价差 所以隔天马上又涨了5% 上礼拜五又小跌了还是没卖 就是没有卖嘛 钱老师如果要跟你耍花招 很清楚啊 我就告诉你 我礼拜三这边卖了 然后呢 礼拜五呢 这边接回了 好漂亮 好有水准 好有实力 但是那不是我的解盘风格 会员 为什么那么喜欢跟我合作 为什么近期续约升级的会员那么多 我怎么解盘 我怎么带会员的 我在电视上就怎么讲 所以全体的会员 你每天都可以跟我对价 不管你什么时候参加信老师的行列 你每天都可以拿出信老师给你的折讯 来跟我对时间跟对价格 不管你什么时候参加我会员 这才是真正的诚信跟实在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上礼拜五的齐鸿还是没卖嘛 没有卖是对还是错 你看礼拜 齐鸿 红的 礼拜五又大涨5.3% 礼拜三又大涨8.5% 来到波段新高 赚波段是要靠实力的 我从低档区 沿路的告诉会员买 上涨的过程当中 有洗盘有回档不卖 24%怎么赚的 靠实力啊 靠实力吧 礼拜三的齐鸿创新高 我们告诉你 涨上来 早停一点啊 涨上来要会卖啊 是不是 所以礼拜三的齐鸿 全体的普通会员跟清老师来对价 我会在11点57分告诉你们齐鸿 50块半附近卖 经过两分钟 50.8你继续看 会员大概都可以卖在50.8附近 全体的普通会员 礼拜三对时对价 我会在11点57分告诉齐鸿 你们50块半卖 普会的人数最多啊 因为论会门槛比较低 但清老师一样尽心尽力在照顾你们 这句话没有夸张 礼拜三 创新高 我喜欢卖股票 我常跟你讲嘛 低档 大家不敢买 我带会员买 默默地承接啊 这要反市场操作嘛 创新高也是一样啊 全体会员人数多不多 清老师的会员人数越来越多啊 什么时候卖最好卖 大涨的时候卖股票 很容易的全身而退 很好卖啊 大涨是不是很好卖 今天一个齐鸿呢 打到48.05 我会有没有卖对 怎样创造24%利润 清不清楚 今天来到48.05啊 买点你家 基督同我跟你讲 神盾的买点你家 预计下个礼拜的下半周 我要接回啦 我认为下礼拜 礼拜二会谈啊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才会下来啦 当他下来的位置 就是我带领会员再度 承接齐勇一个机啊 所以行情没有那么悲观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知道多投行情 趁回档 比如说今天盘中跌了146点嘛 这个位置下去布局股票 是你减便宜货的一个时机嘛 因为成本低啊 风险跟着降低啊 刚好今天公司推出一个 振兴券的十倍专案 我看到里面的内容 还满物超所值的 而且公司还特别送给你一个神秘礼物 感恩大回馈的振兴券十倍的专案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 有需要记打电话进来 因为这是一个公司推出的限时专案 谢谢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陈洛库感恩回馈现实专案 真心券十倍大放送 真心券十倍大放送 投理再加码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上车线 02 2752 58 68 2752 58 68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忠热内政部警察署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转掌停板要靠实力 今天台股虽然跌了100点 杨智 亮灯 给你两次上车的机会 秦老师不啰嗦 该给你的 公开给你 我不晓得你有沒有把握住 在那个机会 杨智 之前这一波段 为什么可以大涨一倍 为什么 营收面大度成长 所以秦老师选的股票 党党都是旗有股 精挑细选 名门正派 所以涨了一倍的股票 我有带你去追高吗 我趁他回档 有没有 7月13号 5天转折买点 27.1告诉你可以买 买完之后你又没有看到大利多 杨智 大转型 抢镜 Wi-Fi 6 就这样子 所以你买过的股票很安心 买完之后常常有利多消息 那接下来有低点的杨智 你要不要再度的一个上车 又是礼拜一 礼拜一大盘好像跌了115点嘛 26.8再度的低接杨智 这时间加坡都跟你对过了 很清楚吧 低接啊 低接完之后呢 收高啊 当天就赚钱了啦 礼拜二又大涨7.5% 光是这两个交易日 多了一根10% 那今天再送你10% 是不是 瞧不瞧 亮灯涨停啊 盘中虽然涨停麦有打开 你如果舍点多收到我的callion 叫你不用卖 告诉你这是一个非经济利空 打下一个低接位置 不要把今天的买点当卖点了 好不好 所以整个杨智的一个架构 24% 买在这个位置大概20% 买在这个位置24% 今天出现一根大量 下礼拜准备挑战前波高 所以要赚掌停板 是不是要靠实力 金老师绝对不是今天 扬至掌停板了 才来摇旗呐喊 告诉你我赚掌停 该给你的低接位置 你很清楚的看到 没有一天是去追高的 这两个买点都是在波段低点的时候 我带会上车的 是不是 被动员间的国具也是一样 礼拜三形态突破 昨天黑鸡棒 拉回还是找买点 今天的国具 当然按计划低接啊 早盘9点16分的国具 新会员称回档386附近买 16分股价印下来就在386 所以你自己对时对价 就386低接啊 按照昨天的规划低接嘛 收盘没有涨 但是是389.5 今天是小赚 下礼拜准备大赚 金老师会准备很多档的肌肉电子股 在下礼拜还没冲出去的过程 好好的上车 其中一档6元收点涨率 超过两成的肌肉股 今天大盘跌109点 他强势表态 因为他红的喔 他没有跌 盘中还大涨耶 什么叫强势表态 两根代表特定买盘已经进场了 这张股票很有机会 他很有机会走出波段的身段 金老师邀请你 下礼拜务必卡位务必进场 公司所推出的感恩大回馈 振兴券的一个十倍方案 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物超所值 而且公司还加码 送你一个神秘礼物 不过这个感恩大会是一个现实专案 你真的有需要的 赶快打电话进来把握 明天见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刹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承诺库感恩回馈现实专案 真心券十倍大放送 真心券十倍大放送 投理再加码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小时线02-2752-5868-2752-5868 陈禄独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银河风景控管